因為我們做到要死 做到要死 都來挑剖 我同時都還沒發錢了 事實上你覺得會欠 做到你覺得會欠 政府的標案受不到錢 其實我們的廠商員工深受其害 尤其是員工 他沒有錢要怎麼活下去 甚至有些地方他都待不下去了 我們就以這家工廠 這一整排的怪手來說 最近根本無功可接 無車可出 那後來擺到後面 甚至還要有人上去 把這些怪手熱一熱 動一動 所以這是這些下游廠商 他們最真實的狀況 我們的政府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嗎 總統沒有一塊米 我們就加油錢 保養費 輸錢錢 還要拖車錢 對不對 滿頭白髮的黃老闆說到快哭出來 他說疫情期間 原本靠政府標案有一口飯吃 挖土機協助整地買館 沒想到上包跳跳 被機欠進百萬元工錢 今年完全做白工 日子該怎麼過 當時要在這邊做 我們還是要堅持做下去 不然我們做這個行業 我做這個做四五十年了 我剛十幾歲就做到現在六十幾 要拿那個 你看我頭部沒背 沒面子 你沒看 來到鐵道局位於高雄燕巢標案地點 正在興建軌道技術研究 和驗證中心 這是前瞻計畫項目中 蔡政府相當重視的軌道建設 結果寄欠數十家下游廠商工程款 估計超過四千萬 黃老闆說工人都走了 公司只剩下他跟兒子 沒辦法 現在我們電腦 他要一個撒一個 我們就沒辦法處理 全單計畫驗潮軌道中心標案 由榮工工程承包 再透過層層轉包 結果中間轉包商跳票 積欠工程款 下游小包全遭殃 又是疫情期間 基層勞工快活下去 卻求助我們 就是怪手挖土機 他們會把廣溝 打土面的土挖掉 挖個廣溝 然後我們再埋管下去 然後接起來 這是靠人工嗎 這是靠人工啊 而且這是一部分的管 這比較小 是我們有比較粗的三百個管 那個一個人搬不起來 一定要兩個人 而且你要叫你在待台廊底下 兩個人這樣搬著管 一直走一直走 假如是你們來做 看你們會不要 陳先生 在鐵道局標案 是負責外管埋線工程 也是最費工的項目 為了趕工 最多的時候 甚至動員上百名工人 日曬雨林做配管 他的工班 被積欠工錢近80萬 這不是私人的工作 這是政府的工作工程 而且又是前瞻計畫 我們這樣 好 我們就是說 我們這些工人也是 就是老百姓好了 這樣配合政府 我們這樣幫政府 再完成這些前瞻計畫 公共工程 結果既然政府沒有作為 政府沒辦法幫我們 這些老百姓 有公共性的角度 基本上 還是以大眾地為主啦 那只是說 我們還是走在 合一的法條上 畢竟因為已經走到 法系的 有前瞻計畫 從他 處理的正面的一個 一個方式還是有限 那剛好我們可以用 限制的方式 來集中 我們都在 說真的 前瞻計畫那麼多錢 我們也只有可能 這個幾十萬幾百萬 對政府來說 可能是一個小心惹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工人 沒有辦法吃飯 有小孩 有家庭的怎麼樣 要接政府的紓困 也沒辦法 因為大家原本 都有在賺錢 結果現在因為 零了 沒賺錢 沒辦法 束褲也沒辦法取 對 是這樣 難過的點在這邊 工人因為也沒領到錢 基本上 我自己本身 也欠下一些債務 就是因為要 給工人這些錢 我講真的就是瓦解 但是瓦解之後 我現在 我可能就去 做個臨時工 去打臨工 我才能支付 我這邊的債務 就只能這樣 當初一心指示配合政府的 前瞻計畫的公共工程 結果搞到現在 自己一批股災 都沒有人 沒有朋友 就這樣借錢 借到沒有朋友 我每天都搬工去都七八樓這樣跑 是喔 對啊 跑上跑下 很累 師傅都不敢來這邊做 因為太辛苦了 一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楊老闆身上 他的工班師傅 從台南跑到高雄宴巢 負責工地切割磚孔 也因為上包票票 被積欠工錢近十萬元 因為錢少嘛 但是也沒什麼用啊 但是我也可以給他們知道 我們錢少 但是你們也就是欠我們嘛 我們有做 對不對 我們有做 你就要給我們錢 你們要為了三十塊 要這邊打架了 楊先生說的 就是發生在彰化 為了追討三十元 兩派青少年街頭褻鬥真實上演 把對方打倒在地 隨後將目標轉向車輛 一陣猛砸 車上的人嚇得報警 是怎樣 情形怎樣 出青少 真正 來這邊 然後好像是他們有糾紛吧 功勞都是你們在哪 我們這些下面的基層勞工是坐實 我覺得這個不成比例 社會不是這樣子 這樣的不公平 鐵道是因為 那個工業有包來對不對 我們雖然是稍微包 但是看你們可以 你們店員可以 幫我們關照一下 幫我們照顧一下 說看我們的屬性 我們就沒有 我們的事實 我們的作者就沒有人拿 你也可以看 可以出面給我們處理一下 去跟駿廳說 幫我們處理一下 看 將這個艱苦的錢 都做一樣的錢 看有辦法 幫我們處理一下 麻煩一下 一點上我們站在公家 公文工程的一場上 我們也可以 大概盡量 從網絕對的方式 融合出來 跟這些駕包商 來檢討一下 你們需要我們 我們就配合你 但是呢 做這個想說 這是個政府的工程 怎麼會這樣呢 政府有沒有在督導這些問題 你們小錢而已 你們是做工的嘛 農工 他們是開農工的 為什麼都記錄這些工人 沒有什麼見識不就的 我們支付款項 工程款項 是按照工程合約者 大概以目前來講 我們大概不能做任何的動作 因為在這個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我是建議這些廠商 該採取法律行動的 應該趕快去採取 這樣子對它的保障 多少還有一些的效益 已經配合政府的計劃 他們要完工 他們需要完工的日期的期限 我們已經都配合趕工 就跟你講了 零下著雨也是做 大太陽也是做 結果我們全部好不容易 趕工完成了 結果我們得到的就是 沒有零 你的政府的廠商 做好跳 你的政府廠商 放任他們跳票 讓我們這些基層的 我們要找誰要錢 我們要找 聽工票要錢嗎 政府的重大建設工程 發聲跳票 基欠工程款 鐵道局和承包商 農工工程 只關心工程進度 有沒有看到這些 為你們賣命的基層勞工 快活不下去 各位中間的好朋友 你知道在手機上 也可以觀賞我們 監督的力量嗎 教你一招 簡單的染人做法 手機把我們的YT點開 找任何一條中天新聞 你點這個CTI的標誌 點下去 你就會進到中天電視 然後這時候 你看這上面呢 有首頁影片跟什麼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是第三行 點下去 你看看 這邊就一連串 我們中天的各種節目 手機滑一下 你就會找到監督的力量 你看 快181條這麼多 滑進去 一百多條的新聞 隨便你看 還有一種情況 如果你點進去 看到的是中天新聞 這時候如果你點播放清單 你會發現不一樣 沒關係 回到首頁 然後手指開始往下滑 滑一滑 你就會看到很快 你就會看到 監督的力量 專題報導 一樣點進去 同樣可以看到 我們監督的力量 所有的專題 那最後還是要提醒 你看完我們監督的力量 不要忘記了 按讚 留言 加分享 我看到 你不懂的 你看到 我看 你不懂的 還不懂的 我看 你不懂的 我看 你不懂的 我看 你不懂的